我走上这个发言席,我有个感觉,我觉得像我走进了历史的审判厅,我站在这个正人席上,用我真实经历的文革的现场,来对这个此不前例的一个浩劫,一个人类的悲剧作证。 因为我文革整整十年,我前三年是在重庆渡过的,后七年在云南,这个经历我认为是比较完整,而且我有个比较特殊的经历。 就重庆的那个815运动,我是两个发起人之一,后来又长期就是当战报的主编,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资格来充当这个正人的角色。 那么我发言的题目,是为什么轮到我们? 学生从来是社会山峰的地坏石头,文革也不例外,社会大变革时代,学生尤其是大学生,从来是最敏感,最激进,最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变为行动的社会。 三邦从事从地坏石头开始,毛泽东把文革大学生正好成了被上级之手推下的石头,我们看一下全国的这个文革历史,几乎所有的省份地区最先造反,而且在相对重要的时间成为主导力量的造反派, 毫无例外,毫无例外都是当地的大学生,比方说西安是西安交大最先造反,那李世英,你说这个湖南,高师,就高等学校造反司令部, 那么这个云南,它最先是昆明理工大学823派,在我们成都,那么是红卫兵成都部队,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学生的组织,在重庆,毫无疑问就是815。 那么我需要补兵的,就是在重庆815这个事件,我是最先发起的,我写了一封给全市大专院校的公开信,就是这封信,当时被称为重庆的第一当马列主义大,实际上恰恰是我人生悲剧的开始, 从此以后我不停地被当局追杀,我也不停地突围,就整整一辈子,到我现在已经连过五夕。 但是我个人的命运,我说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整个重庆,整个四川,甚至全国,这造反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灾难,是非常惨烈,非常空前的。 因为刚才几位专家检查,文革的第一阶段是造反来相应毛的号召,然后对走私派,就当当权派开展斗争,当权派就组织一帮律令军一帮保皇派来保堂。 那么这一段时间的斗争,就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,还比较文明。 那么到保守派垮台以后,那造反派就分成两派了,这个我就不举例。 那么在我们具体来说,在重庆,就八重内部就分裂成八重五和反倒地。 那么这个是两边的斗争,大家都造反派,那性格都非常火爆,非常狂野,那斗争就非常惨了。 重庆有个特点,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军工生产基地,各种军火都有生产,除了飞机。 所以到了武斗的时候,那不就武斗嘛,那就叫战争,因为使用的全是最先进的武器。 我们有一个厂,是中国最大的常规武器生产厂,建设厂。 那么每天是九千支,这个半支木枪的产量。 然后还有空样厂,是生产坦克的。 还有嘉宁厂,是生产高炮的。 还有一个旺江厂,是生产海炮的。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,全部从仓库里面板起来, 就两边,谁抢着谁就打。 当时,1967年8月的时候, 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隔着嘉宁厂对面那个厂, 他就拿三起高炮,每天给我们打过来。 每天是三百多把炮弹。 然后,非常幸运的是,生产隐性的厂在我们这一块。 所以打过来就是一个铁,成一个铁的格打。 把我们那个,我电机系那种脑,打得千从百孔,像风味一样。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去捡蛋。 不是,那个蛋头,拿来展示。 还有同学去写了一个大标语在上面。 作业,蛋动前准比,装点尺观散,今朝更好看。 那么,旺江厂是反倒地走的,他做海炮的。 他就组织了反倒地舰队,从长江下游往上开。 拉了一趟,手下无敌,把我们打的那个一百多家工厂全都打得弱弱而败。 那么,当时坦克车在我们手上,换在这我们手上。 我们也开到坦克车去长江里面和到军舰对待。 那么,我们学校当时残交武斗,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叫301的野战部队。 都是很优秀的同学。 但是,最后那个战火目前,两派,我们在武斗中死了27个同学。 创了全国高校武斗死亡的最高级路。 官方统计犯了一叛徒,俘虏奸细。 就是,除了略肤,对俘虏进行略带,而且枪毙,杀死了1737个。 那么,现在,我已经留下的一个可以证明这段历史, 实在是重庆沙平坝的一个文革史来公墓。 这个就是公墓的现实的照片。 当时,刚这个建好的墓的时候,我在现场光秃秃的一片。 但是,几十年过后,就是完全都沿磨在荒烟漫朝之间。 非常昌凉。 那么,现在我就需要说明一下,为什么轮到我们, 我们为什么会成了重庆文革的地坏石头。 我四九年五岁,那么到六六年参加文革,二十二岁。 正好十七年,我是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过程。 用官方语言说,就伸在新中国也长在红旗下。 我是完整接受了共产党的,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。 而且正好和我们国家的重建同步。 也经历了所有的,从不间断的,荒唐的政治运动。 从土改树反,伏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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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, 伏封反,伏封反,伏封反,伏封反。 最后文革。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。 我浑身充满了这个时代的开气和伤痕。 我对自己的解脱,就对这个时代的解脱。 那么我们结束了教育是怎么样? 我想把它总结起来。 第一个,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。 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少荡殆尽。 那么过去的东西要么就封建迷信,要么就智能主义。 当时因为苏联是我们的大哥, 所以我们还能够仅存的这个苏偶的文化。 我们唯一能解除的。 后来中书又闹断脸。 那么最后一家修正主义。 那么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没有什么文化的营养。 人类这种美好的东西,没有了。 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 我举一个例子。 我记得我上小学,结束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组织年轻人, 扎了一些庙。 我们的学校就在一个庙里面。 我们看见当时,就有点像文革。 文革看来就是刚才介绍,破市就扎了一种东西。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见过。 也就是说,文革的发生并不少的。 而是十七年,一以贯之。 从共产党一掌权就开始了。 我记得当时,那个就托政卖长庙了。 然后我们小孩就还得看热了。 把那菩萨演出拿来做玩具。 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。 解放出成都的庙宇大大小小。 不含九座清真寺。 一共是一百五十六所。 但是到了文革前,几乎少荡干净。 只剩了两个。 一个,渡不少汤。 你有毛泽东去看过。 第二个,是午后池。 那么连著名的,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,唐玄庄。 曾经在我们成都大慈市, 修炼了很久,是个标志性的东西。 都全部砸了。 文革把它变成了监狱。 官赵安排的。 第二个,我们的教育方针说得很清楚。 教育为无产经济政治服务。 那么我就想起西特勒,在我的奋斗里面有一句话。 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主要目标,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。 而是要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。 我觉得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, 读书就不要求你好好读。 你就是怎么样进行政治修量。 我就说我上大学, 我尽管学的是工科, 但是我认为我是进了一次神学院。 那时我们所有班级都配备政治服务员, 就相当于我们的忏悔牧师。 我们随时给他汇报思想, 甚至好多同学随时给他告密。 到了1964年的时候, 毛泽东给他的侄儿毛远欣有个讲话, 正式作为文件传达给我们。 就明确说了, 书读得越多越纯。 在这种情况下, 我们能学什么东西。 第三, 还有就是全社会的一种社会的恐惧感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就让我们小孩的人格被严重地扭曲。 为了保护自己, 从小学会所讲话, 甚至告密。 我举一个我非常深刻的例子。 1959年的秋天, 当时大跃进失败了。 成都的郊区已经跟饿死人了, 我们也听说了。 但没见过。 我记得就是我去报道到学校。 我就快到学校的时候, 突然看见一群那种饿肚子的人。 就像我们原来说阶级教育的时候, 说解放钱很贫苦的。 就是说衣服非常破烂。 而且一个个面有彩色, 走路都走不动了。 然后骑着鞭子, 赶着从我面前走过。 当时我一下就吓坏了。 我觉得新生活结尊都是我们怎么美好。 突然看见这个队伍从那儿走过。 我当时是就想极力躲避。 我不敢相信这个。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, 我甚至说出去, 我就完蛋了。 因为当时已经通过反右, 通过原来这些东西。 我们知道了, 不能说新生活, 半句不是, 我就躲开。 更糟糕的是后面, 没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享的十周年。 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处理了题, 就算写大法形式, 而且体材不管。 我当时, 我现在想不去, 为什么就莫名其妙。 我写了一首长诗, 模仿玛雅科夫斯基的, 写了歌颂这个形式这么大。 公然把我买了新的作文本, 写了整整一本, 就剩了一页子。 最糟糕的是, 我们语文老师在下一次作文评讲第一句话。 我们把这次出了一个大香花, 就说我那一首长诗写多好。 那你看, 我给他就把剩下来一张纸打了个大大的五分。 我觉得这件事, 对我诱下的心里的有趣, 起来很大的作文。 现在想起来, 如果我那个老师当时不是这样, 而是对我说, 一个真诚的孩子, 应该对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装, 一丝没挂。 我想可能我人生道路就会改变。 但是非常可惜, 那种恐惧感, 让我就学会了说讲话。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, 而且那个好像就进入学业了。 我已经六八年文庚的时候, 我在广州, 正好香港那些回家审亲。 看见他们一个个穿的西装隔离, 给我们就觉得他们挺富裕的。 但是我怎么想? 我想这全是装的。 他为了回家的装傻。 所以林肯头上多么二脸油, 肚子里面烧装, 二脸油。 那么第四个就是封锁消息。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 所以接受呢, 都是虚伪的, 片面的, 不真实的东西。 那时就想到世界上三个阶级兄弟的兽子头, 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圣徒。 第五个就是宗教崇拜。 那么毛泽东, 他要搞文革, 要建立他的一种天下, 就是必然会需要他的信徒。 那么正是因为这十七年的教育, 就把我们培养成了他需要的打手和牺牲品。 再就我想起了, 希特勒在1933年五一节的一个讲话。 他说, 当一个反对的说, 我不会偷向你们那边的, 我就平静地告诉他, 你的子女已经不输用我们, 已经输用我们了, 你算什么, 你是要死的。 你的后代将不知道别的, 只知道这个新社会。 其实, 我们就做得更彻底, 不仅我们这一代, 一定是毛泽东的, 我们的父辈这一代, 也完全成了他的。 我举一个例子, 在文革, 就是武斗的时候, 我们极限系四年级统织, 叫段亚伟, 在武斗中间, 他被打死了, 打死了就开追障会。 追障会, 他父母都是教师, 也是教育人的, 上面就一个讲话, 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可悲的。 他怎么说呢? 他母亲讲的话, 我失去了亲爱的战友, 亲爱的儿子, 内心非常悲痛, 但我感到骄傲, 因为我培养了子女的目的, 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。 那就是人已经没有正常的感情了。 他朋友的人呢, 还有一个, 密视自己的生命, 也密视别人的生命。 就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的工具, 我也举一个例, 我们在就打那个常规武器厂, 建设厂的时候, 那一天死了十个人, 其中有一个同学没有死, 是叫董济平, 是无线练习的。 他钢盔打掉了, 然后子弹这么穿过来, 把老奸给他带出来。 他成了子母人。 子弹后来, 就是过了很久很久, 我们就看到, 他还会发一简单的音。 我们就说老嘴万岁。 他就这样。 然后说刘采群, 他马上小子母。 就是说他当时一件真本叫做, 融化在学业中。 他不仅精神而言物质, 但是可见, 他最后完全丧失生活能力。 最后学校把他赶出去, 回到他的老家, 再捡垃圾堆的东西来吃。 最后他死掉。 这应该就是当时一日生活毛泽思想画的。 结局斗争。 那么, 我再简单补充一个同学。 我就说文革怎么把它成为天使, 变成火灰。 我们有同学叫郑子盛。 在重庆, 你说他名字不一定知道, 但是说师长, 尸体的师, 凡是研究文革的都知道。 他进大学是很穷, 持脚进学校。 完了, 那时候他就学雷锋的先进典型。 他没有事就去剪橘子皮, 剪那个什么多利品, 拿来卖。 卖了就买那个理发剪给大家, 应用理发。 好, 文革的时候, 当时每天要死很多人, 就拿着我们学校来处理。 当时我们也没有处理过这个尸体。 当时请那个果师将, 他裹一个尸体十块钱, 腐烂的尸体二十块。 后来这个政治社, 听说这么高的费用。 因为当时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十二块钱, 他觉得国家的财产不能这样浪费。 然后他就说, 裹来裹。 因为每天要送很多尸体, 他的工作能力就非常非常大。 当时重庆每天高温是四十度, 尸体很容易腐烂。 我们就把学校的那些帮工动拿来放尸体。 他们每天就去裹。 裹当时我们觉得他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的行人,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。 但是他每天看见这么多大的千疮百孔的尸体。 后来他的仇恨终于激发出来。 他就要报复。 他就叫我们那个总庄管后庆站。 你给我一支枪, 我要去杀俘虏。 当时没有枪给他, 因为枪很紧张。 所以有一天他找了个机会。 因为就抓了两方俘虏。 这两方俘虏已经被打得奄奄一起了。 他就把他弄到车上, 故意拖延时间。 然后叫两个人, 他们就听我的号令。 那两个人就在车厢里面, 就踹。 拿脚踹的头, 用东西找。 就故意把时间拖到时候, 拖到我们那个西南医院去抢救。 但时间送去已经死了。 就这么一个人, 后来就给他判了十三年。 后来我就给他。 后来他出狱的时候, 因为后来我是因为我又写了一篇文章。 我是为了捍卫这个教义的真诚。 我不停地写文章。 最后被毛泽东他们关注, 而且把我打上大吐槽, 说我是毛泽东的黑鱼杆。 而这个是为了给国家省钱。 最后去。 他因为他处理了两百多具尸体。 别人有充分理由说, 你中间有人用你搞死的。 所以他跟我一起在审查。 审查最后他中了牢, 我侥幸逃脱。 那么我们殊途同归。 本来我这篇文章叫做天使道的魔鬼。 我觉得我们都完成了这么一个演化。 那么但是我觉得, 就通过文革, 我至少刚才他们两位专家也讲了。 对我来讲, 把我的迷信全部破除了。 我再也不相信这一套了。 所以我觉得我文革以后, 尽管我被不停地追伤, 但是我觉得我思想上不停地在前进。 文革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思想解放运动。 使我们现在还能思考很多东西。 我现在对这一段历史我无怨无悔。 我觉得不管怎么, 在我死之前, 我觉悟了。 好, 我就耍带吧。